随着沉默的手掌放到柳元宗的心口 技能发动的瞬间 他便猛然感觉到了自己的精神力 跟绝地了一样疯狂地开始外泄 他知道柳元宗的病情严重状态低迷 想要治疗他一定少不得大量的精神力损耗 但是没想到损耗居然如此的严重 几乎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他便感觉到了一阵头晕目眩 以他现在的体质强度 还能够有这样的感受 已经足够说明他的精神损失严重 我高达四点的精神力都经不起消耗 看来就这病危之人 还真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沉默虽然对自己的能力还算自信 但一路过来他的话每次都没有说嘛 只是说能够暂时保命 他之所以没敢说必定治愈期 实就是心中有这一丝不确定 现在这一丝不确定一年 啦 不过哪怕不能一次性治愈 这一次他耗费这么大的精神力 也足以将柳元宗的病情治好个七七八八了 只要给沉默一点时间休息恢复好精神 再来一次 想要治愈还是不难的 但沉默可不想一件事情分多次做 能够一次性搞定那自然是最好的 他当即掏出积分增强自己的精神力 融合狼人血统 后他的全属性最高值可以达到五点 他便一股脑将精神从四点直接加满到了五点 不过这属性点添加费用不愧是越往后越贵 从四点一路添加到五点 沉默总共耗费了一万七千八百点生存积分 随着属性值的提升 沉默的异能量也跟着提升了 四点属性到五点属性 直接让沉默多了二十点异能量 此时他的异能量总量为三百二十点 已经超越二阶初期异能者的异能量了 而他此时其实还处于一阶中期而已 随着属性的提升 沉默的精神状态也是立即好转了不少 不过很快这刚刚加起来的精神力 就紧跟着又被消耗了出去 直到沉默再次变得精神违靡 柳元宗的病才终于是被沉默给彻底跟置完毕了 此时沉默精神违靡地扶着额头 强称着力气抽离柳元宗身上的所有银针后 便无比疲惫的一屁股 坐到了柳元宗床边的陪护椅上 已经快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 反观此时的柳元宗 简直跟沉默是两极反转 他此时早已没有了之前那副病若枯搞的衰败气息 反而整个人变得红光满面 精神异议 此刻他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浑身上下 所有不适的病症都消失了 就连小时候枪水落下的肺疾 居然也消失不见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超凡绝世的医术 以至于 他一时间都有些难以想象这是真的 直到沉默艰难地从系统中 取出了刚刚路上开出来的那颗延年虚命单 递给他 他才反应过来 爷爷 你的病我已经彻底帮你治愈了 只是病得太久 对你受缘有损 这颗药是我师父以前炼制的 用了很多上好的草药 有顾本陪人的功效 你服下后 可以帮你延年益寿 按我师父说的 一般没吃过这个药的人 第一次吃的话多活十年是没什么问题的 随着沉默话音落下 便已经再也没有力气多言 直接闭目休息了起来 此时他并非完全睡着了 只是累得不想再动了 一家在里面治病 你们作为家属的在外面吵吵闹闹的 成和体统 就在外面的人因为柳青兰的二伯柳重逢 在外面闹而议论纷纷之际 柳元宗已经开门走了出来 对着众人呵斥道 最开始众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是柳元宗的声音 直到柳元宗再次滴喝了一声 还不收声 这一声滴喝沉闻有力 带着一股熟悉而又久违的威严 众人这才瞬间齐刷刷地将目光对准了他 再看到柳元宗红光满面 气势如红的模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所有人都不禁有种恍惚的不真实感 倒是柳青兰第一个先反应过来 他惊喜地跑到了柳元宗的身前 上上下下地观察了起来 最后才兴奋道 爷爷 你 你没事了 柳元宗淡笑着转了个身道 已经完全康复这话一出 一时间引得周围瞬间没了一切声息 所有人均是震惊无比地看向柳元宗 他们实在是难以置信 刚刚明明已经出现回光返照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并若哭搞的柳元宗 是怎么做到一 瞬间恢复的堪比中年人一样惊气神的 真的吗 柳青兰虽然心中无比欣喜 但依旧还是难以置信 你揪一下我的脸 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柳元宗 宠溺一笑地摸了摸了柳青兰的脑袋道 是真的 这多亏了你的朋友 此时柳青兰才反应过来 沉默还没有出来 他当即问道 对了沉默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 沉默为了救助我这个已经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家伙 可谓是颇位的耗费精力了 此时他已经累得睡着了 我不敢打扰他 便让他先睡会 庆兰你进去看护一下吧柳元宗此话一出 柳青兰立即有些担心沉默的安危 他爷爷刚才是什么状态 他最清楚不过了 纵然他不想接受 但他也知道 刚才他的爷爷绝对是劲气比出气少 俨然是没救了 可现在他居然能够百病痊愈 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中间 沉默到底付出了多少精力 才能够将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恢复成这样 着实是难以想象 他连忙说道 那我就先进去看看他了 嗯 爷爷现在可是健康得很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倒是陈神医现在的状态不知道如何 我也不敢随意乱动他 你先好好照看他得到爷爷这句话 柳青兰便立即打开房门冲进了房内 只见此时 陈墨身上披着一条毛毯正贪坐在陪护椅上 闭着双眼 沉稳地呼吸着 肉眼可见的 陈墨的面色不是很好 精神状态相当为民 这让柳青兰看得不惊 一阵心疼和愧疚 都是因为自己爷爷的事情 才害他如此疲累的 刚才因为爷爷病危 他只能病急乱投医 现在回想一下 他觉得自己此前的举动 实在是给了陈墨太大的压力 他歉意地走到了陈墨的身边 将毛毯拉正后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陈墨的睡眼 守护在了一旁 此时陈墨只是在闭目休息 周围发生的一切 他都是可以清楚感知的 只是没有必要的话 他懒得强打精神来处理 毕竟此时他的精神 确实相当疲惫 能休息 他就懒得动 对于脑海里 想了好几次的系统提示 陈墨直接让系统 按照一开始的提醒顺序 念给自己听提示内容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正在对一个死人使用技能 该行位会平白浪费精神 请立即停手 这是陈墨出手治疗柳元宗的时候 系统想起的第一条提示 此时陈墨也是立即反应过来了 按照系统显示的每个人脑袋上的标签 其中有不少人脑袋上的标签是死者 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末世降临的半年后 是不再是了的 之前陈墨一直专注于去刷高阶强者的奖励 对这些脑袋上标注着死者的目标都忽略了 现在他倒是有些好奇了 如果自己和这些所谓的死者产生交集 并救了他们结果会如何 他立即让系统继续播报下去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正在对一个死尸进行无意义的营救 请宿主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 系统提示 警告警告 检测发生异常 检测到死尸已经复活 数据错误 数据错误 角色数据正在修复 修复完毕 目标信息已经更正为七阶怪人 系统提示 正在总结数据错误角色信息 角色信息总结完毕 检测到该死尸单位是因为宿主施展奇迹手段 方能起死回生 宿主竟有令死者苏生的逆天能耐 宿主之神力 举世皆经 此举此能前所未闻 特此为宿主创造性的表现发布特例奖励 你获得了SSS及大礼包 这都行 沉默也是有些意外了 自己冲着刷柳青蓝的好感度而来救下柳原宗 结果不曾想差点给系统 CPU干烧了 而系统一番修正后 居然还为自己发布了特例奖励 而这特例奖励 居然直接就是价值一亿生存积分的SSS及大礼包 这也太爽了 他当即心中询问系统道 我要是继续救火死尸 还会有这样的奖励吗 系统提示 特例奖励 乃是宿主触发的一些不可思的行为 引发的系统奖励 此类行为只有第一次实施 才会发布特例奖励 后续类似行为 不会继续触发相关奖励 原来如此 不过也无所谓 已经白嫖到了一个SSS及大礼包了 就已经赚麻了 来继续播报你刚刚的后续提示 系统提示 由于你成功拯救了 五届魔人柳青蓝的爷爷柳原宗 五届魔人柳青蓝 对你的好感度大幅度提升 当前他对你的好感度为95点 该好感度已经达到爱慕级 请注意 角色的好感度为系统的经验评估 人是善变的动物 异化的人更是善变 当前的好感度只供宿主参考之用 这系统倒是有趣 还特意加一句免责声明 是把沉默没有理会系统的警告 他现在只在乎好感度是否达标 只要对方的好感度 能够达标主线生存任务 二的顶格要求 那对方的好感真假与否 他压根就不是太在意 系统提示 检测到宿主居然能够将 负能量爆棚的五届魔人好感度 从友好提升到爱慕 宿主至今是魅力 当真冠绝天下 特此奖励宿主 2000点生存积分 C级大礼包一份 魅力10点 随着系统将刚刚的一切收益播报完毕 沉默感觉 今天这一趟着实实来对了 非但完成了主线生存任务的一个需求名额 还额外收获了 SSS级大礼包一份 同时还能够刷点赢头小奖励 这精神着实是没有白白损耗 此时沉默的背包里面有一个C级大礼包 以及一个弃走唐三获得的A级大礼包 还有刚刚救下柳元宗获得的SSS级大礼包 要不是他暂时没有精神 他可是迫不及待地准备一一开启了 此时屋子外面 整栋别墅范围内的人 都已经得知了柳元宗奇迹般康复的消息 而这样的消息传播速度之快 更是惊人 可以说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此事便已经传的整个魔都上层圈子 全都知晓了 沉默已经民邀魔都了 魔都军部 一位身着笔挺中山庄的男子 在接到一通电话后 激动地直接站了起来 你是说真的 千真万确 现在整个魔都都传遍了 柳元宗绝对是已经病到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但就是这么奇迹般地被人救活了 现在还生龙活虎地在他的别墅里面 挨个教训着家里那些不成器的子弟呢 竟然会有这种歧视 查清楚就他的人是谁了吗 查清楚了 是一个叫做沉默的小伙子 背景很干净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似乎跟黄袍会的赵月 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根据刚刚得来的调查报告 赵月昨天特意为了他 出席了黄袍会高层的会议 扬言要黄袍会出力 在魔都保护沉默周全哦 这个倒不算什么问题 本身背景干净就行 老首长当年为了国家冲锋陷阵 落下一身病根 如今年迈 浑身疼痛难耐 属实折磨 找了最好的医生看 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除了用纸 疼药什么都做不了 这要越用效果越差 我实在是不 忍心看他如今这服模样 你找机会联系一下 这位叫做沉默的小伙子 无论什么条件 他都可以提 只要他能够出手帮老首长 除了这病根 哪怕只是让他减缓疼痛也好 是 我这便马上派人去柳家切记 咱们是有求于人 行事作风 不要忘记应有的礼节 明白 我办事你放心 问 要是他不答应 那也不能强求 借是我再亲自过去求他 您亲自出面求一个小家伙 这多少优点不太合适吧 都是为了老首长 我的颜面算得了什么 没有老首长 我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里瞎混呢 我从来就不在乎这些虚名 只是我不好随意 离开军部就是了 只能先托你半了 我会尽力办妥的 这边有人盯上了沉默的才能 另外一边 也有人在说类似的事情 魔都地下势力 黄袍会只能排进前三 第一的乃是青帮 此时青帮总部内 一位年轻人正伺候在一个中年人的身边说道 爸 外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天天除了吃药就是吃药 如今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消息 可以称为好消息了踏上 一位虽然尚在中年 但却完全没有男人 正直壮年精气神的一个国字脸男子 眼神无光地看着前方的墙壁说道 此时对他来说 外部的什么消息 他都不想关心 当年没有生个一儿半女 只收养了五个义字女的度人远 不禁在想 自己现在的这么个病 没有进清骨髓配型 是不是就是因为老天爷提前知道了他这个果 才会在以前就给他布好了不能生育的局 现在天天除了化疗外 他便已经别无其他救法了 活得只有无比的痛苦 他哪里还有空关心任何别的事情 不过说来五个义字女也是意外的孝顺 比亲生子女都上心 倒不是他们在演戏 而是他们真的关心自己这个养父 没有这个养父 他们五个也不会从人下人过上如今人上人的生活 这份恩情他们一直紧急在心 要不是他们不是亲生的 骨髓跟度人远不匹配 叫他们任何一个人捐骨髓 他们都是会毫不犹豫点头答应的 看着义父这福虽然活着 精气神却早已经死去的模样 肚子行看得颇位的心疼 他当即说道 爸 这个好消息绝对是跟你有关的 哦 说来听听度人远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他还真想知道 自己都这个状态了 还能有什么跟自己有关的好消息 之前我跟你提起过的杨柳心集团的老总柳元宗病危的消息 你还记得吧 嗯 他那个病倒是挺好 不用像我一样受这个苦 没得至直接等死就行了 度人远苦笑道 爸 我要是跟你说 他今天病突然好了 甚至还不是那种久病出狱的好 而是直接好的极其的力速彻底 直接就能够站起来训人了 你信吗 肚子行当即神秘一笑道 不可能 他那个病 绝症 难道有哪家医药科技公司突然研究出了特效药 可那也不至于让他能够立即好的力所的能站起来训人吧 我之前在医院里看过他的病态 哪怕他的病治好了 只怕也已经被耗的没几年活头了 度人远想起了在医院中遇到柳元宗时的场景 确实如此 如今整个魔都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治好他的人 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在今日之前 除了黄袍会外 甚至都没人听说过他 黄袍会 听到这三个字 度人远瞳孔一缩 眼睛不自觉地微眯了起来 见到他这服模样 杜子杭知道父亲的疑心病又犯了 他连忙说道 您放心 他跟黄袍会也不是有多深的瓜葛 他就是跟赵月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 他本身的底子是非常干净的 这点我查过 我想请他回来给您诊治 你确定调查仔细了 此人不是黄袍会放出来探我底细的 度人远觉得事情有点怪 无比确定 无论是不是黄袍会放出来的人 至少他救活了柳元宗 是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确切之事 这件事情 整个魔都上层圈子都已经确认了的 不会有错 如果真是这样 那倒还确实有疑似的可能 度人远也是来了兴趣 爸 现在不是我们怀不怀疑他的问题 而是我们能不能请动他的问题 自古以来有大能力者 可向来都是有些古怪脾气和规矩 在身上的度子行无奈一笑道 试试吧 时运不济的话 也是你父亲我命该如此 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 整个魔都上层圈子交谈的话题 便近乎都归为了统一 一个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医 现实魔都 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 想要立刻与他交集 这些有钱有权有势之人 最在乎的是什么 那自然是自己的小命 钱有了 权有了 是有了 唯独难以掌控自己这具肉体繁胎 一旦生什么绝症 那纵然是在有钱 有权 有势 也终究是逆不过这五谷之躯 但今日 他们得到了一个改变的机会 他们自然是想要珍惜的 一时间 柳家大宅外面 突然如蝗虫聚集一般 开来了大量的豪车 不少的名流贵士 先后聚集到了柳家来 美其名曰是听说了柳家老爷子 病体康复前来道贺 实际上他们安的什么心思 路人皆知 只是此时 沉默还在恢复精神中 就算他们前来 也是没空见他们的 柳元宗更是直接老练的 将所有人都挡住了 直接说要百宴庆祝 便将所有人一股脑 全都强行给聚拢到了附近的一处 杨柳心集团名下的大酒店内 家中便只留下了沉默 以及照顾沉默的柳庆兰 临走前 柳元宗悄悄开门进来说道 庆兰 我叫了两个人来帮忙 把陈神医送到你的卧室睡吧 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给他丢在这张陪护椅上睡 多少是有点不礼貌了 柳元宗这栋大别墅内 是特意有留一间房 给自己这个宝贝孙女的 只是柳庆兰很少来这边住 可即便如此 他奶奶也是会经常打扫干净 等待有一天 孙女来这边住 听到爷爷这么说 柳庆兰也觉得 将沉默放在椅子上 不管不是很好 他点头道 嗯 这次还真是辛苦他了 我之前都不知道 他出手治病 会如此的耗费精神 这一次真是太辛劳他了 等陈神医醒了 我们再好好谢谢他也不迟 就先让他好好休息吧 很快柳元宗叫来的两个下人 便进来准备将沉默搀扶 到柳庆兰的卧室去 此时沉默疲惫地睁开双眼道 不用了 我刚刚小气了一会 也算是恢复了一些精神 我回家去睡就行了 一听这话 柳元宗哪里肯干 别说交好沉默 有多么大的好处 就算是没有好处 人家刚刚将自己 从鬼门关拉回来 结果自己什么谢礼 都没献上 就送人家回家睡觉 说出去 那他柳元宗 可就要被人戳几两股了 别 陈神医 你既然跟我们家庆安是朋友 那你就把这里 当自己家一样 你看你现在如此疲惫 万一回家没人照顾 出点什么事情 我如何能够安心 你就先在我们这里 歇息半天吧 如果到了晚上 你觉得精神恢复了 再回家也不迟 柳元宗这话说的 也不无道理 沉默此时 也是依旧感觉脑袋 昏昏沉沉的 确实不太想乱动 多走一步路 他都觉得费精神 眼见如此 他也就不再拒绝了 在柳庆兰的搀扶下 他直接睡到了 柳庆兰的卧室里去了 见沉默安然睡下 柳庆兰在一旁 细心照顾的模样 柳元宗露出了一丝 意味深长的笑容道 庆兰 今天客人多 爷爷要负责去处理 陈神医就拜托你照顾了 这些人绝大部分 都是冲着陈神医来的 我不得不拒挡 柳庆兰自然也不傻 很清楚 外面来那么多人 到底是为了什么 沉默今天的出手 可不仅仅只是 简单地治好了一个人 他今天的出手 影响可是大得很 当然对于这个影响 沉默是有预料的 从接近魔都国际大酒店 得到系统的提示开始 反映过来 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个 会引发全球生化危机的 神秘生物科技公司时 他就已经做好了 要提升自己身份地位 机身有钱有势 有权人是行列的想法 这一次救助柳元宗 第一是因为柳庆兰 和赵岳的交情 第二是为了主线生存任务 第三则是因为 他想要以此打响名气 如此一来 日后跟各方势力 关键人物接触 也可以更加的水到渠成 越是白手起家 越是需要积累大量的人脉 才能做起来 毕竟沉默可是要确保自己 在仅剩下的半年时间内 做大做强 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生命确起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这时候大量的人脉 在其中就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现在 他的第一步 已经成功迈出来了 今天真可谓 一旧成名 明阳整个魔都 已然到了魔都高层圈子里面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程度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过沉默的这个行为 也引起了暗中 某个势力的注意 柳元宗的病例 已经收集完毕 这种绝症 目前市面上 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能力 可以救治 他居然能够 奇迹般的康复 这神秘的小子 是不是某个 也跟我们一样 在暗中研究 超级新药的公司 派出来找人试药的 咱们集合了 这么多尖端学者 研究了这么久 花费了如此多的 财力物力 都没有彻底 研知清楚 这个超级新药 外界怎么可能 有人能够做出 比我们的超级新药 还要有效的药物 就咱们这个超级新药 虽然可以治好 柳元宗的绝症 可这副作用 也是巨大 不可能用药后 可以像他现在这样 生龙活虎的 如果真的是某个药物 治了好柳元宗 那这个药物 可真是比我们的 半成品超级新药 还要厉害 那我还真有兴趣 会一会 华国的这个小子了 现在还不知道 柳元宗 到底是如何被治愈的 也不知道 他是服药 还是被其他 什么方式治疗的 毕竟他是闭门治疗的 但可以知道的是 治疗过程很短 仅仅就几分钟内 柳元宗 就跟没事人一样的 被治好了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除了用药 我觉得别无其他办法 没有药物作用 机体如何恢复 治病可不仅仅是 除病根 就可以让一个人 瞬间变回常人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 我会立即派人 去调查清楚的 如果真的是用药了 那我们就好好调查出来 它背后的制药方 等一下 调查它之前 我觉得更应该 先调查一下 我们组织内部 那颗雨石 可是只掉落到了 我们鸟国境内的 历史国根本就没有 这颗雨石上的生物材料 仅凭地球上 现有的生物学知识 和生物科技 根本不可能研究出 那么厉害的药 你是说 可能有人泄露了 特殊生物样本 如果柳元宗的病 是因为药物被治愈的话 那我只能这么想了 这件事情 要通知一下 总部那边 H国某神秘组织机构的分部内 此时正因为 沉默救治柳元宗的事情 而对内部的稳定性 产生了怀疑 可以说 沉默的救治行为 一时间是引起了 各种暗流涌动 很快 柳元宗的别墅前 便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一个身板及其板正的青年 从车上跳了下来 朝着柳元宗的别墅 便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结果他刚刚靠近 就被柳家家丁给拦住了 你好先生 主人家现在不在家中 暂时无法接客 不在家中 柳老爷子不是才刚刚康复吗 人哪里去了 老爷子康复后 就来了不少人道贺 所以老爷子决定 在附近的翠云轩大酒店 举办庆祝酒宴 所有客人都已经去那边了 原来如此 那位为留老爷子治病的神医 也过去了吗 青年当即继续问道 神医救治亡我们老爷子后 精力损耗太甚 如今正在家中 由小姐照顾休养着 家丁眼见对方身份不凡 倒是也不敢得罪 精力损耗太甚吗 青年迟疑了一下道 我知道了说完 他便转身就走 不过他只是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并没有驾车离去 似乎是准备就这么在这里 一直等待那位神医休养完毕 眼见如此 柳家的家丁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他连忙将消息传给了上头 很快管家便从房间内出来 这位管家可比家丁见多识广多了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位年轻人是谁了 他当即快步朝着车子这边走过来道 哎呀 这不是林少校吗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听说留老爷子康复了 就来看看 我们家老爷子正在附近酒店 招待各路客人呢 我带您过去 不用了 来道贺只是其一 其二我主要是来找那位 治好了留老爷子的神医的 刚刚听家丁说 他此时正在休养 是的 陈神医治好我们家老爷子后 就累得昏迷了 现在都还没有缓过来呢 此时他正在小姐的房间休息着 这么严重 听到沉默昏迷的消息 林峰立即紧张道 这你们不请人看看 只是让他在房间休息 林少校误会了 倒不是我们刻意怠慢 是陈神医自己说 只需要休息一回就好的 刚才他甚至还准备回家睡觉呢 还是我们老爷怕他半路出事 才强行让他留下来休息的 原来是这样 希望陈神医早些也恢复吧 等他恢复了 烦请你来智慧我一声 林峰颇位有礼貌的说道 那您还是进屋等吧 要是我们老爷子知道您来了 我们既然如此怠慢的 让您在家门口等 肯定会斥责我们的管家 可不敢怠慢眼前这位 眼前这位虽然职位不说非常高 但绝对是在军部很有分量的一位 因为他是军部如今一把手的学生 经常替那位在外面办事情 所以他很多时候出现 都是代表了背后的那位出场 自然大家对他就颇为重视了 柳家的管家哪里敢怠慢这位 毕竟他这一次出现 可能又是为了他背后的那位前来的 这怠慢了他 不就等于怠慢了他背后的那位 以柳家的水准 还不敢如此拖大 将凌峰请进屋内后 管家便立即命人给凌峰准备好了茶水 随后便去通知柳庆兰了 小姐 凌少校特意前来 只怕是陈神医的名头已经传到军部了 他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 而且经常出场 就是为了背后之人做化石人 他此来只怕是为了陈神医前来 我也不敢怠慢他 就先请他进屋了 之后要如何 只能您来办了 居然连他都来了 此人不能怠慢 你在这里帮我照看着 我去招呼一下 很快柳庆兰就来到了楼下 见到凌峰后 当即露出何须的笑容道 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 把林少校给吹到我们家来了 你看我爷爷这刚刚康复 全家人一时间忙忙碌碌的 也没什么东西好招待你的 实在是唐突了 柳小姐就不用客气了 我也不是来做客的 我主要是为了来见陈神医 一会他醒了 方便的话 请你让我跟他聊两句就行 你放心 我们做事从来不抢人所难 一定不会让陈神医味难的 我能先听听是合适吗 陈摩毕竟是我朋友 他刚刚治疗我爷爷 经历损耗颇为严重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影响 我也不想他多有损伤 眼见柳庆兰这么说 凌峰倒是也没隐瞒 毕竟老首长的事情 谁都知道 而且他是为国家受的伤 冒下的病根 本就是光荣之势 也没啥可遮遮掩掩的 听罢是凌峰是为了老首长而来 柳庆兰神色也是变得敬重了许多 若是如此 我一定会转达到的 老首长他们一批人 为了这个国家鞠躬尽瘁 我等后辈也是铭记于心的 只是沉默为人治病 对自身似乎影响不小 他能不能答应 还得看他自身情况 这是自然 我此次前来 只是询问一下 陈神医的意愿 若他有任何不变之处 我们也绝不会有什么 抢求的行为 确认凌峰这一次过来 没有其他目的后 柳庆兰便安心地 留他在下面喝茶 自己则是回到了楼上 照看起了沉默 不过很快 家里便又来了别的客人 门口的家丁 这才刚将凌峰迎进家中 没多久 便又看到了一位 重量级人物出现 他连忙再次回家 请管家出来应对 杜少 青帮事务繁忙 怎么你有钱 前来比处 我为了什么来 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父亲的病情 在这只怕没人不知道 肚子行淡笑 看向柳家的管家道 很抱歉 陈神医刚刚医治完 我们老爷子后 就累得昏迷了 暂时是见不了您了 竟有此事 看来陈神医出手诊治 对自己损耗颇重 杜子行不禁 若有所思了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想请他救治自己 父亲这个陌生人 只怕是不容易 是这样的 他现在都还在昏睡中 那我就回车上等候他吧 他什么时候醒了 你通知我一下 杜子行说完 便准备回自己的车上 这倒是让柳家的管家 苦笑不已 你们一个的大人悟过来 说完便要回自己车上 这让我怎么担待得起 他连忙说道 杜少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您来我们柳家 怎么能让您回车上的 还请进屋吧 只是您想等陈神医的话 前面已经有一位在等了 也不知道陈神医 见完他之后 还没有空见您 哦 还有谁前来 杜子行好奇道 林少校管家 只是简单地说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 倒是让杜子行 不禁眼睛一眯 这位要是排在前面 那他可真没啥资本 可以跟人家争的 不过为了自己的父亲 他还是决定进屋的 很快管家便将杜子行 也请进了屋内 一进屋 杜子行便立即热情地 跟林峰打了个招呼 倒是林峰对他 却是相当的不冷不热 这也是正常的 林峰出身正统 形式做派也是正派得很 跟杜子行这种魔都暗面的人 显然不是一挂的 平日里也很少有什么交集 他自然毫不在意杜子行 饶式亲帮再怎么排第一 在军部面前 那也得乖乖夹起尾巴做人 眼见林峰对自己不冷不热的 杜子行自然也没有自讨没趣的 过多打扰 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后 便静静地在一旁等待了起来 柳元宗康复的消息 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 对一些人来说无关紧要 但对有些人来说 这却是一件坏事 比如此时的唐家 唐三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震惊地都快说不出话来了 今天他才布置下去 要找人找陈墨的麻烦 结果陈墨摇身一变 变成了整个高层都紧盯着 想要结交亲近的香魔魔 这可着实是让他感到分外的不爽 而更加让他以及整个唐家不爽的 那就是柳元宗的恢复 他们都已经布局得好好的了 只等柳元宗不行 柳重丰上位后 进一步地启动之前的所有布置 彻底接管柳家 结果现在柳元宗这病一好 那之前的布置 绝大部分都会失效 柳重丰可是他们刻意扬起来的 无论是他害死亲大哥 还是下药荼毒自己的父亲 这些可都是唐家手中掌控的 极其重要的把柄 这些把柄握在他们唐家手里 他们便有了柳重丰上位 接管柳家后 吞下柳家的资本 可惜 现在柳元宗奇迹般地被人救活 那之前的一切布置 就全都白费了 反而可能还要等待柳元宗那边 秋后算账 毕竟柳元宗康复后 以他的能力 绝对会很快就查清楚 柳重丰私底下做的那点勾当 而唐家在其中 可是扮演了重要的助手角色 虽然他们唐家不怕柳家 但面对一个百强企业的权力报复的话 也是不好受的 毕竟此时 他们还有一个苏氏集团在盯着 这让唐家一时间觉得甚是烦躁 不过唐家底蕴还是深厚的 加上他们唐家跟岸面三大组织中 前三组织都有点交集 特别是跟排名第二的鸿门关系更是颇为密切 倒是也没有这么容易撼动 少爷 这小子如今引起如此轰动 咱们原本的计划还要继续吗 继续 看着手下传来的信息 唐三恶狠狠道 还继续 他不是神医吗 还会怕我们给他染病吗 撤回我之前的话 这一次的继续是直接将他弄死 可是他现在声名大噪 只怕很多眼睛盯着看啊 不好弄吧 哼 越是如此越要继续 他越是名声大噪 就越会有恃无恐 而他越是有恃无恐 身边的防卫力量便越是会放松警惕 这反而是我们处理他的好机会 明白了 鸟国的雇佣兵已经召集好了 这几天就会找机会下手 不过 如此做只怕会激怒黄袍 会不会的最多就是激 怒赵约罢了 给足黄袍会高层好处 他现在在黄袍会 也就挂个名 并无实权 我不信黄袍会的那些书败们 会为了一点名声 就跟自己的利益作对 只是杀死这小子 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多少好处 那他就是敌人最强大的辅助 他的死意义重大 要是我之前跟他没过节也就罢了 兴许还能留着他 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使用 但既然跟他有矛盾了 不能为我们自己所用的能人意识 那就万万不能留着给我们的敌人 用唐三说的其实没错 他所说的过节 倒不是假扮男友 破坏约会这种小事 他所说的过节 是他们唐家暗中对付柳家的计划 一旦曝光 按照沉默和柳青岚的关系 唐三相信沉默到时候 绝对会站到他的对立面 一个不能为自己所用的神医 那还不如除了 一时间 地下早已经一片暗潮汹涌 而此时 沉默总算是恢复了一些精神 已经不再头痛了 五点精神力的属性值 可不仅仅只加了他的精神力上限 也提升了他的精神力恢复速度 一恢复精神 沉默便看到柳青岚 正趴在自己的身边 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的正在注视着自己 沉默你醒了 见沉默脸色好转了很多 柳青岚当即高兴道 嗯 睡了有半小时了吧 恢复的差不多了 沉默拿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到 此时他才看清楚房间内的情况 他都差点忘记 自己中途离开了柳元宗的房间 进入了柳青岚的卧室了 看了看身上粉红色的被子 他当即便准备坐起身来 结果却是被柳青岚给按住了 你这才刚恢复 先坐着靠一会缓一缓吧 别着急起来 我让人给你炖了鸡汤了 本来想多顿一会的 既然你醒了 我这就让人诚一晚过来 沉默笑道 我又不是病人 只是刚刚稍微耗费了点精神力 喝什么鸡汤呀 刚刚你那个状态 哪里是耗费了一点点精神 我看你是元妻大伤才是 你可不要跟我说场面话 乖乖躺着 我去给你弄鸡汤 柳青岚不由分说地按住沉默后 便起身去看鸡汤去了 倒是惹得沉默苦笑不已沉默 所说的精神力 可是真的精神力 但在柳青岚的认知里 他所说的精神力 就是所谓的元气受损 而要救治他爷爷这样的重病 那势必会元气大损 这不可能是睡半小时可以恢复的 他直到沉默是在强撑 眼见如此 沉默倒是也没有着急起身 正好开一开系统礼包 他呼出了系统界面 开始开启系统礼包 他先是打开了柳青岚好感度提升 带来的C级礼包奖励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 恭喜你获得了C级物品 蓄能宝戒 蓄能宝戒 C级物品 每秒钟会从自然界 汲取能量进行储存 最多可以积累储存100点能量 在你需要补充能量时 可以从蓄能宝戒内 抽取能量进行补充 蓄能宝戒的能量 可以对任何能量损耗进行补充 无论是以能量 体能 精神力等 哦 储存能量的戒指 储存的能量 还可以转化为任何的能量 这玩意好啊 看到蓄能宝戒的效果 陈墨当即眼睛都亮了 正愁自己经常损耗过大 没有办法快速补充呢 有这么一个蓄能宝戒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快速地补充能量啊 此时 陈墨的精神 只是恢复到了 可以正常行动的状态 但愿没有恢复完全 他当即尝试着 抽离蓄能宝戒中的能量 来补充自己的精神力 刚刚获得的蓄能宝戒 是由满额能量储存的 随着陈墨抽取其中的能量 补充自己的精神力 他很快便感觉到了 蓄能宝戒之中 涌出了一股能量 进入了自己的体内 自己的精神 也因此变得逐渐饱满了起来 不过 这股能量刚作用 没一会就空了 仔细感受了一下 自己现在精神恢复状态 陈墨发现 这一百点能量 压根就不足以补充满 自己五点精神的总精神力 一百点能量 大概就只帮助自己 恢复了差不多 百分之六左右的精神力 不过即便如此 也已经够了 正常一点精神之人的精神力 也就才一百点精神总量 精神属性越高 精神力总量提升的幅度 也会越大 陈墨现在是五点精神 精神力总量 早已经经过了几次增加 一点精神是一百点精神总量 两点精神 则会在一点精神基础上 提升两百点精神总量 也就是一百加二百 变成三百点精神总量 陈墨现在是五点精神 他此时的精神力总量 相当于是一百加二百 加三百 加四百加五百 总共一千五百点 一百点精神力的恢复量 对于拥有一千五百点 总精神量的陈墨来说 自然也就才百分之六左右 不过一个正常人 拥有一百点精神 便已经是足够精神意义的状态了 陈墨此时也是如此 哪怕他的精神没有恢复完满 但经过刚才半小时的恢复 加上这一百点精神力的补充 他此时的精神状态 已经恢复得比普通人都要好了 毕竟普通人满值 也就才一百点左右的精神 用光了蓄能宝剑内的能量后 陈墨又立即感应了一下 这蓄能宝剑恢复能量的速度 此时蓄能宝剑 正在缓慢地积蓄能量 按照陈墨的估摸 他虽然每秒都在吸收能量 但却基本要花上 至少一分钟的时间 他才能蓄满一单位的能量 这速度可真不算快 这玩意也就只能做做临时补给之用 想要战斗中边打边补充可不容易 没有在管蓄能宝剑 陈墨转头看向了下一个礼包 这个礼包是七跑堂三 得到的A级大礼包 按照陈墨这两天的开包经验 一般A级以下大礼包 都是一些物品 而A级大礼包以上 则较为容易地出现一些技能 也不知道这个礼包是否开启后 也是一个技能钥匙的 话多来点有用的技能吧 陈墨心中嘀咕着 已经伸手点击了开启礼包结果不 曾想是个高级物品 系统提示 开启礼包成功恭喜 你获得了A级物品 全能防护罩 全能防护罩 什么玩意 陈墨看着眼前半透明浮窗中 系统仓库里面 长着像是一条吊坠的物品 好奇地点开了物品说明 全能防护罩A级物品 平时可以当作吊坠装饰佩戴 在你即将遭受攻击时 该防护罩会自动开启 生成无形的能量防护立场 为你阻挡住任何类型的攻击 防护罩防护级别为A级 至少可以抵御九阶强者的 全力一击三次 哪怕遭受一次核弹轰炸 也可以让你毫发无损 并杜绝辐射清洗 这么变态 核弹都炸不动 这居然只是A级物品的能力 虽然说生活环境决定眼界 但至少在地球人的眼里 核弹已经是最高级别的 杀伤性武器了 结果系统产出的 A级物品防护能力 都有抵御核弹的能力 也太猛了 不过这玩意 挡九阶强者全力攻击 也就才三次 那岂不是说 九阶强者的战力堪比核弹 这是何等变态的战斗力 怪不得自己临接杀个九阶 系统如此的精畏天人 直到此刻有了清晰的对照物 陈墨才总算是明白了 系统经常惊呼的 所谓的九阶强者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看了看全能防护罩的介绍后 陈墨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玩意能自动检测攻击 开启防御 这样子自己就不用担心被偷袭了 虽然陈墨对自己现在的属性 已经足够自信了 但要是被人盯上 发射狙击枪爆头的话 能不能扛住他 还真不一定有底 可有了这连核弹 都挡得住的宝贝护身 那就完全不用担心各种偷袭了 而且这玩意除了拥有 自动防护功能外 还能够主动开启 最关键的还是开启的是 无形立场 哪怕是在这太平盛世被激发了 也不会被人直观地发现 还是很不错的 开完了C级大礼包和A级大礼包 陈墨这才看向了 意料之外白嫖道的SSS级大礼包 刚刚准备开启SSS级大礼包的他 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SSS级大礼包 似乎是可以用来 指定兑换超能神果的 多获得一个圆核 不仅仅代表多获得一个超能力 还代表了多一份圆核能量 这会给战斗力带来极大的提升 所以说 超能神果绝对是最值得获取的宝贝 与其开启SSS级大礼包 赌其中处什么令自己满意的好东西 还不如将它直接换成超能神果 这件确定的极品宝贝来的稳健 毕竟这玩意 哪怕你想换 系统总共也就给你这么一次主动兑换的机会 后续你纵然拥有再多的SSS级大礼包 系统都不肯换给你了 想再要获得此物 只能通过SSS级主线任务大礼包 才有可能开启获得 考虑清楚后 陈墨便立即选择了兑换 系统提示 兑换价格为一份SSS级大礼包 加一次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是否确定 正好陈墨昨天结算奖励获得的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还有一次没有使用 陈墨便决定将它用在这里了 确定 系统提示 兑换成功 你失去了一份SSS级大礼包 你失去了一次特殊奖励抽取机会 你获得了一颗超能神果 请注意查看 看到超能神果的瞬间 陈墨原本伸手想将其取出来吃下去 但一想到自己之前吃下超能神果开启原和时的痛苦 他又停下了动作 现在可是在别人的家中 不是在自己的家中 这要是吃下超能神果在别人家抱头哀嚎 可有点不像话了 虽然陈墨觉得自己现在属性大增下 应该对疼痛的忍耐力会更高 可诞生原和的疼痛 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疼痛 这种疼痛可是仿佛在灵魂上撕裂出一个额外的窗口 强行从窗口内生长出新的组织 这绝对不是属性提升多少可以轻易忍耐的 一想到这可怕的原和诞生场景 陈墨都不禁感觉脑袋再次出现了患痛 这种疼痛其实体验过一次后 就一点都不想再来第二次了 可架不住开启多颗原和实在是太香了 原和多一颗 等于多一个超能力和多一分异能量 这提升不是一点 点再疼也得忍着 陈墨这边在回想服用超能神果的痛苦时 柳庆兰已经端着一个盘子回来了 盘子上是一碗炖的喷香的鸡汤 虽然才炖了半个小时 但炖的还不错 来尝尝说着柳庆兰将盘子端到了床上 用勺子挽起碗里的鸡汤 轻轻吹凉后喂向了陈墨 陈墨笑接过勺子道 我又不是残疾了 我自己来吧 眼见陈墨不好意思 柳庆兰倒是也没有强求 品尝了一口鸡汤后 陈墨敏锐的味觉 立即尝出了其中大量的药补之物 这鸡汤放的料可不少 你这鸡汤也太补了 喝完得流鼻血 陈墨笑道 你这元气大伤的 必须多补 你快些喝 不过我再给你盛 不用了 你这一碗下去 我就血气充盈了 再喝一碗 精力怕是都撑爆了 陈墨笑道 撑爆了我帮你释放柳庆兰打去道 那就怕你吃不消 陈墨摇头一笑道 喝完了鸡汤 陈墨立即起身道 该起来了 再躺下去身子骨都要躺酥了 我已经恢复了 谢谢你的鸡汤 你爷爷应该已经完全 康复了吧 嗯 他现在生龙活虎得很呢 已经去附近的酒店招呼 宾客们去了 那就好 那我可以攻城身退了 明天还有课呢 我就先 回家的陈墨这周末 可是过得前所未有的充实 一听陈墨要走 想到楼下还有两位在等着 柳庆兰立即说道 陈墨等一下 楼下有两位慕名而来 想要找你帮忙的 一位是军部的林少校 一位是青帮龙头的义子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轻易得罪不得 你要是觉得碰到他们会为难的话 我送你从后门偷偷离开 说着柳庆兰多替林峰说了一句话 林少校此来是为了老首长的病痛 老首长的伤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受的 他此来也是想帮 老前辈减轻一些痛苦 倒也没要求一定要治愈 是吗 那倒是应该去看看 没有老一辈人在战争年代舍生 忘死 哪里有我们现在这么和平的生活 还是走正门吧 沉默孝道 随着柳庆兰带着沉默一起来到楼下 早已经在楼下等待的两人 也是立即疼得一下站起了身来 不过杜子航还是比较有礼数和懂分寸的 毕竟是林峰先来的 怎么也得让林峰先去接触 都不需要柳庆兰介绍 光是看沉默的样貌和气质 林峰就觉得沉默这个人不凡 所以他立即上前 彬彬有礼道 想必这位就是陈神医了吧 在下林峰 幸会了林兄弟不用如此客气 叫我沉默就好了 不过你这说话还真闻 周周啊沉默孝道 抱歉 我习惯这么说话了 还请不要见拐林峰不好意思一笑道 无妨 这么说话挺有趣 我反正不介意沉默孝道 眼见沉默似乎非常的好说话 林峰也就不多做寒暄了 他开门见山道 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我就直说了 我此次前来是有事求您办的 我知道 你的事情沉默跟我说过了 沉默但笑道 是吗 那我倒是不用多费唇舌了 只是不知道您现在的身体还方不方便 林峰立即关心地问道 林峰还是很知道说话的一数的 他没有问沉默同意不同意去 而是以关心对方的视角 询问对方的身体方不方便 这等于是给了双方各一个台阶下 无论沉默同意不同意 都是情理之中的 他不同意 那是他身体不方便 并不是说就是不给军部面子不肯去 如此一来 大家面子上肯定是都过得去的 虽然他不同意的潜在意思 就是不肯给这个面子了 但表面上的面子还是稳住了 大家不至于太难看 沉默要是同意 那就最好不过了 而且还会因为林峰的问话 凸显沉默的大意 似乎沉默是在身体不方便的情况下 还要说方便 就是为了给老首长看病 侧面彰显了沉默为人的仗义 所以他这句问话 还真不是随口问的 在场所有人都是人精 自然是知道林峰这句问话的水准 沉默笑道 刚刚沁兰送了碗鸡汤过来 喝完浑身也恢复了不少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过我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到完满的状态 我可以先去看看前辈的情况 具体我现在的状态 能否有足够的余力帮他根治 还需视情况而定 沉默这话一出 众人倒是误会了 他们习惯了说话的言外之音 还以为沉默这么说 只是为了留个退路 万一老首长的病情不是他拿手的 他不能治就可以说是身体没恢复 如此便可以不损伤他刚刚建立的名气 是个完满的借口 但其实沉默说这句话 真的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他只是觉得身体还没恢复 遇到重病精神力不够用 可能无法一次性治愈 林峰本来也没有抱着绝对的希望过来 他老实说的也只是试试 只要沉默愿意试试 对他们来说便一切都足够了 没关系 本来救伤完疾本就不易治愈 我们也不是没找人看过 但凡能找的 不管多好的医家我们都已经找过了 可惜基本上他们面对陈年完疾 也都是束手无策 所以您但凡觉得情况有什么不好操作的 都可直言无妨 林峰也是顺着沉默的话 提前帮沉默铺好了后路 以断绝他的后顾之忧 眼见两人聊得这么顺利 一旁的杜子航却是听得着急 那就带我前去看看吧 沉默也没有再多说 立即便准备动身 眼见沉默要走 此时一旁的杜子航也顾不得礼节了 当即喊道 陈神医请先留步他这一喊 林峰立即转头瞪向了他 这让他不经话语一致 他可不敢得罪林峰 这时沉默才想起来 还有一个人在等自己 他停下脚步看向了杜子航道 这位兄弟也是找我有事的 杜子航不敢再说话 而是看了林峰一眼 林峰冷哼了一声 不再看他 显然是给了他说话的机会 见状杜子航连忙上前道 我叫杜子航 我父亲是杜人远 有所耳闻 刚刚柳庆兰已经说过他的身份 沉默已然知晓他当 急问道 不知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父亲身患绝症 也是便寻名医没得救治 今日听闻您救起了刘老爷子 想到刘老爷子 也是身患绝症 却能被您妙手回春 想必陈神医医术之精湛 当时已经绝技 我不想父亲继续遭受病痛轻扰 所以才不得不来搅扰您 希望您能出手 救救我父亲 只要您愿意出手 什么条件您都可以开 可以提 只要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绝对义无反顾 杜人远患绝症了 这点沉默倒是没有听说过 杜人远作为青帮龙头 沉默在这魔都地界经常走动 自然是听说过的 但他患病患了什么病 却不是什么人都敢在街头下 伪传的 沉默对此还真不清楚 想到杜人远的身份 沉默倒是觉得救一救也无妨 毕竟是魔都地下的龙头势力 教好他们绝对是对他日后崛起之路 有巨大帮助的 但是要不要帮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沉默要先知道一下 这青帮跟黄袍会之间 算是什么关系 之前他不知道赵月 跟黄袍会有关系 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知道了 那他自然会以赵月为先 如果对方是赵月的敌人 那他肯定是不能救的 要不是赵月一直以来的照顾 他去哪里找这么便宜又舒服的房子住 而且之前他打工被人坑工钱 要不是赵月给他出头 还真是被人欺负了也不好出头 毕竟强龙也有压不过地头蛇的时候 沉默这样的外来者 在魔都这样一个地方 受到地头势力的欺压 可不是靠有血性就可以搬回来的 加上平时赵月跟青姐姐一样 经常有事没事煮好菜 请他回家吃饭 带他买新衣服 帮他提升衣品什么的 这些不求回报的关照 沉默可都是历历在目的记在心中的 如今他拥有了超凡的能力 可也不会因此忘记曾经对自己有恩情的人 不管是为了何种利益 行事之前他都会以赵月的利益为优先 交好青帮固然可以在魔都获得他们的支持 但比起赵月来说 这股强大的力量 沉默完全可以舍弃不要 所以他当即说道 令尊的事情 我明白了 不过我今天刚刚救治了青岚的爷爷 已经元气大损了 现在还要去看看老前辈的情况 只怕暂时是没余力 为你的父亲进行救治 此时容我修养些许时日再说吧 沉默话也没说得太死 他要先回去问问月姐和这青帮的情况 要是月姐不想自己救 那就不救 要是月姐觉得可以救 那交好一下青帮显然也是极好的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何况还是如此强大的朋友 眼见沉默话没有说死 杜子航也是心中带了些许希望的 他当即说道 好 那尘神医先好好修养身体 等您觉得元气恢复后 您再通知我 这是比人的名片肚子航狠 拾去的没有要沉默的联系方式 而是只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沉默 显然也是表达自己没有持续骚扰他的意思 沉默见状也是收下名片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那就先告辞了出了柳家院门 林峰很是体贴地走到副驾驶旁边打开车门 一只手挡住车顶沿 一边请沉默上车 陈神医 不好意思 我开的这车可能座位没有那么舒适 只能请您先将就了 我又不是老头子 不在意这些沉默笑道 不能因为自己衣术高 就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老头子 林峰当即一笑道 倒是我唐突了随着沉默乘坐林峰的车离去 杜子航这才紧跟着告辞离开 今天沉默的话既然没有说死 他觉得自己的目的至少也达到一半了 坐在车上 林峰跟沉默闲聊了起来 他颇为好奇地说道 陈神医 能容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 但说无妨 我看您这个年纪好像比我都还小一些 您学了几年医了 从小学到大吧 您家好像不是医学世家吧 看来您小时候有一番奇遇啊 嗯 遇到过一个云游的老医师 他传授了我一些医术 只是传了您一些医术 您便有如此的医道水平 那您的师父得是什么水平 不知道 我也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不知道他是否还见在原来如此 林峰早就想到了 沉默应该是有什么名师指点的 否则不可能年纪轻轻 有如此水准 要是沉默对老手掌的病情 也束手无策的话 他本想通过沉默 来联系到医术更高的前辈 过来治疗 结果不曾想沉默的师父 是一个江湖游医 如今更是不 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这可着实是让他感到颇位的遗憾 说话间 沉默扫了一眼 林峰脑袋上的等阶标识 他的等阶是三阶异能者 沉默发现自己见到的 只要是异能者的目标 几乎就没有特别高阶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异能者只怕是没有办法 短时间内提升的特别高阶的 但是高阶的怪物 却比较容易出现 不管是九阶魔人 九阶狮王 九阶异兽 沉默都是看到过了 但高阶异能者 就连七阶都不曾见到过一个 以林峰的身体素质和身份 沉默觉得如果到了末世 林峰的等阶想要提升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要是他的等阶也比较低的话 那就说明 这异能者的等阶提升难度 哪怕在末世世界一变 有大量特殊能量获取的时代 也是极难的 不过这一点沉默 也是有所预料了 毕竟他自己都处于开挂的状态 却依旧感觉异能者等阶提升得很慢 甚至还会被卡平 紧正经的普通人想要在末世 快速突破异能者等阶 显然是要有不少奇遇的 比如 某些能够突破身体属性上限的奇遇 他现在可是靠 融合狼人血统提升的属性上限 否则全属性最高只能到两点的话 他是根本不可能突破到 一阶异能者等阶的 但是 他见过的各种异能者 很多都是一阶以上的 足可见一旦到了末世 大家的身体素质也跟着进一步的变化了 具体是生化危机爆发的感染导致的 还是天外魔星将士改变天地之气导致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沉默还在思考着异能者的发展情况时 凌峰已经驾车到达目的地了 老首长的住处距离柳家宅邸并不是很远 老首长住的是一处军区大院 整片住宅区周围有很严密的防卫力量保护着 凌峰的车子在经过检查后 才得以放行进入其中 像沉默这样的外来者 更是需要登记清楚才能进入 不好意思啊 沉神医实在是怠慢了 没办法这里规矩 有点言保安不敢随便放行 没事 这都是人家英镜 的职责我们也该配合工作 沉默是不在意这些 在登记完毕信息 得到确认后 沉默才得以被放行入内 随着凌峰的车子进入大院 很快他便带着沉默来到了一栋 看上去很是朴素的别墅楼 沉神医前面就是老首长的家了 咱们进去吧 沉默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这所谓的军区大院并不奢华 反而极其地朴素看上 却完全不像是住着重要人物的样子 随着凌峰进入别 说他立即对一个中年妇女打招呼道 听说老首长的事情 沉神医都没顾得上自己身体的情况 便决定先过来看看 不知道老首长现在在哪里 他正在客厅看黄没戏呢 你们快进来吧 将凌峰和沉默迎接进屋的时候 他还特意对沉默恭敬一礼道 沉神医 真是辛苦你了 哪里的话说话间 沉默也是看到了此时 正身板笔直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男子 此时他虽然已经头发花白 但却依旧透露出一股干练的军人该有的一态 一看就是一位真正的铁血军人 听到背后的动静 他此时也是转过了头来 老者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面容却并没有显得如何的苍茫 他的表情依旧是分外的坚毅 小峰 怎么今天有空来看我 见到凌峰 他当即露出和煦的笑容说道 老首长好 我今天来是受了老师所托 请了一位神医前来 他的医术极其高超 我想请他帮您看看身体又是神医 听到神医两个字 胃长峰明显有点不太感冒了 他撇了撇嘴不太在意 这位是真正的神医 不是以前那些可以比的 柳元宗身患绝症都被他给治好了 宁仙渐渐眼见为长峰态度淡漠 凌峰赶紧说道 生怕得罪沉默 给人家气跑了 听到凌峰这么说 为长峰倒是生起了一丝兴趣 他转头看向了身后 只见背后哪有什么神医 只有一个极其年轻的青年缓步走来 在他的印象中 能称得上神医的 多少都是行医几十年的老资历了 如此年轻的神医他可未见过 这位就是我刚刚跟您提起的陈默 陈神医 凌峰赶紧介绍了一句 同时对陈默说道 陈神医 这位就是老首长 您看老首长的身体状况可好调理 陈默看了一眼 魏长峰的惊气神笑道 老首长看着如此康健 还真不像是久病之躯 这话倒是听得魏长峰很舒心 他脸上浮上笑容道 毕竟每天坚持锻炼 年纪虽然大了 但自己不能扶老不适 有您平日打下的基础 想来这身体想要调理好 也是不难的 且容我切一下脉 陈默说是切脉 实际上是来感受一下 对方的病体情况 实际上陈默拥有能力 隔空就能看病 他只是拖延一下时间罢了 他的透视眼睛发动 很快便将为长峰身上的病症 看得差不多了 系统 能不能直接帮我估算出 治疗一个人需要多少精神力 不然每次都抽干我的精神力 我怎么受得了 系统提示 能量的消耗预估 是需要宿主 根据自身积累的使用经验 来提升判断力的 如果宿主想要系统提供 待会判断服务 请额外支付1000点生存积分 系统可以为宿主 开启任何能量损耗行动时的 消耗评估 掉钱眼里了你 给你给你 赶紧开 虽然系统说的没错 要培养自己预估能量消耗的经验 但这根系统给这个功能并不冲突 它完全可以根据这个功能 来更加精准明确地了解 自己每次的能量消耗情况 更好的记忆和感受 随着系统开启完功能 它立即便计算出了 要完全治好 为长风浑身伤病 需要消耗的精神力 系统提示 根据对方的伤病情况 你想要将其完全治愈 本次使用治愈之光 需要消耗100点精神力 使用神圣进化 需要消耗100精神力 总共需要消耗200点精神力 200点嘛 沉默扫了一眼 自己在系统界面内显示的属性 其中精神力总量一行 此时它已经恢复到了205点了 但也就才刚好到200点多一些而已 这要是一股脑的全都用掉 那它得再次虚弱的不行 不过此时蓄能保健里面 倒是已经存了十几点能量了 补充一下的话 行动还是没问题的 沉默决定就这么直接治疗 甚至它觉得自己现在的精神力 总量最为合适 要是自己是满状态 给为长风治疗 固然治好了它的病 对方肯定会心存感激 但效果肯定比不上自己 耗尽全力帮它治疗 导致自己陷入昏迷来的 更加震撼和让人寡心 它当即开口说道 没有问题 可以治好在沉默开始切脉后 无论是凌风还是为长风 亦或者是为长风的儿戏王娟 三人均视神色期待地将目光 落在了沉默的脸上 在沉默终于开口说话 并且说的还是能治这样的话后 三人明显地露出了 不同程度的喜悦之色 为长风是最隐晦的 只能看到他的表情 出现一些极其细微的变化 而一旁他的儿媳妇王娟 可是已经高兴地激动到 快跳起来了 凌风则是露出一副 庆幸和喜悦的笑容 终于 终于是找到一位能够对老手掌的病情 胸有成竹的神医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打电话通知自己的老师了 此时倒是为长风最为冷静 他问向沉默道 不知沉神医打算如何医治 很简单 我会行太乙神针 激活你全身细胞的潜能 其实人体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治疗装置 你身上的细胞 只要能够好好发挥它们的力量 就能够帮助你治疗好任何的伤势 试想一下 我们平时划破点手指 是否很容易就痊愈恢复完全 甚至连疤痕都不会留下 这就是细胞的修复功能在发挥效果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旦遇到大的伤口就不行了 这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人体本身自然运行时 是有一定极限的 而我的手法就是提升这个极限 让身体达到能够自我治愈 大型伤势的能力 沉默半真半假的一通护舟 听得一旁的林峰 为长风三人是不明觉厉 甚至还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本来就是啊 为什么划破一下手指头 可以轻松自愈 为什么伤口大点就不行 不就是因为自身能力 发挥到了一定上限 只要这个上限能够破除 那大点的伤口也能够自愈 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沉默这套胡说八道的理论 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 关键还是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仅仅靠外力 不靠内部的能力提升 是很难将自身细胞 进化到可以治愈大型伤势的程度的 不过这事情 在正常人看来很难 可当他们面前出现一个 有神医称号的人后 那一切的不可能 都会被他们自然合理化为可能 眼见三人全都相信了自己的说辞 沉默当即笑道 事不宜迟 咱们开始治疗吧 可是沉神医 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林峰立即关心问道 沉神医的身体怎么了 魏长风立即疑惑问道 沉神医今天才耗费了巨大元气 将柳元宗的绝症治好了 之后甚至昏睡了不少时间 我怕沉神医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 又要元气大损 林峰连忙说道 一听林峰这么说 魏长风虽然也希望自己的病痛 能早点消失 但都已经病了这么久了 也不在乎这么一天两天了 他当即说道 沉神医切勿勉强 我这老骨头早一天治愈 十一天治愈没什么区别 还是您的身体更要紧一些 没关系的 我还撑得住 老首长年轻时 为我们国家鞠躬尽瘁 才受的这些伤 我们这些享受你们荣光 才有如今平安喜乐日子过的晚辈 既然知道了您的情况 那就没有让您再多受罪一天的道理 沉默说完 便已经取出了针灸用的银针 让林峰取来酒精 消了消毒后 他便开始救治了 眼见沉默开始失真 稍微学过人体学位图的林峰 有些意外地看到 沉默的银针 简直像是乱扎一样地 扎了几根在老手掌身上 但他不敢提出疑问 毕竟人家是神医 自然有人家的道理 随着沉默失真完毕 下一刻 他便伸手到了魏长风的心口 说道 我这一手会激发太乙神针的真力 并激活你全身细胞 还请注意了